焦虑症是怎么引起的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陈测 西岩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 焦虑症的病因它是比较多的 焦虑症不像我们精神疾病的 像精神分裂症也好 双向情感障碍也好 抑郁症也好 它可能生物学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焦虑症它相对来讲 有很多的病人 它的起病是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因素的 也就是说它的这种生物学的基础 可能并不是很重要的 但是它的这种外界的这种不愉快的事件 尤其是一些父性的生活事件 可能是它起病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面临一个重要的一个考试 那么这个考试可能性命攸关 面临着工作饭碗还能不能保得住的问题 那么我就会焦虑 会惶恐不安 会紧张 会心慌手抖 会觉得好像越想迫切地想念书 把书读进去 反而呢 这个心越进不下来 它有很明确的一个心理社会因素 这个心理社会因素 谢谢观看